好了 鄉親的新聞一開始來關心 何美德州路和河山路的路口 因為歐公的工程關閉 路面是當補一塊 塞補一塊 關係的路插又很大 關於完六千米適合在去時 就來回董事館政府公務處 前往現場來回看 正出路面正心補充這個點子的工程 為何用路安全 何美德州路和河山路路口 是當地重要的道路 有民眾向官員為何親密的反映 路口因為說有工程的關係 路面相似不相似 關鍵不賣 影響用路安全 這塊如果做得好就比較沒問題 我們這個稻洲路和河山路口 我們知道交通要到 要去山塞 要去新港 要去河米 都會經過這裡 如果這塊如果沒有處理 騎乘車的人非常危險 也很多都在反映 所以剛才跟公所跟那個縣湖 大家有道理會看過 原則上就是地下游管瓦 管瓦如果三五月來 我們就大家稍微喝多少 走路比較小里的 如果三五月以上 我們建議說管府這邊跟公所要來配合 趕快把這個路口整修補好 讓大家走得比較安全 比他還要發生說有車或是搬到 這樣不好 我們是以三個月為限 如果三五月來會做 我們真的大家走路小里 三五月以上 我們要求管府趕快把他做熟悉 開玩樂親密 四合小五回東管府 合併公所在相關單位 告現場合格 請出路面中心跑步鋼鐵 為何擁有人的家事安全 到中華新聞也好有 合併彩虹不得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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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